出料的速度跟吸料的速度如何调节 现在是出料的速度很快 力气很大 这里 你看这边 这边这个节流阀 是调节罐装的速度的 罐装的快慢 现在如果你觉得罐装太快了 我们把下面这个小螺谋 给它松开 松到上面来 拧上面这个螺谋 往下 往下拧 这个调得越小 它罐装速度越慢 如果像这样子拧到底了 像这样拧到底之后 我们工作一次 踩一下脚踏 它就推不动了气缸 我们就要把这个稍微的松开 这个松开越大 它的罐装速度就越快 所以这个来控制它的罐装的速度 还有冲力的大小 然后后面这个 这个是控制它这个吸料 就是说吸料的速度快慢 也就是间隔的时间的长短 同样的道理 这个罐装松开 这个往下你 整体往下 往下锁死了之后 如果你这个锁死之后 淋死了 就像这种情况 拧不动了 往下拧不动了之后 你这次灌装一次 灌装一次 它这边没有通气 关掉了之后 就淋死了 淋到底了 它不通气 气缸就不会回来 也就不会吸料 所以这个松开越大 它吸料的速度越快 时间就 间隔的时间就越短 所以这个 这个是控制吸料的 前面这个 是控制断砖的 然后这边这个是自动 如果打到自动 这个是控制它的间隔的时间 我们关小一点 它就是间隔的 放第二次的这个时间 就是会长一点 如果我们这个 中开 大一点 它间隔的速度就短了 它灌第二次的 第一次灌完之后 灌第二次的间隔时间就短了 它就一直就连它挂 开订阅 它就没进去 吧 它的这编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